现在目前市场是持续聚召 这个礼拜的联准会 而决策官员也陆续发表了谈话 以及更多的最新经济数据 美元折出上涨 非美获利起跌 而现在目前股市 以及债市的部分 是整体陷入在盘整的状况 今天我们持续邀请到 芝加哥商业交所的讲师 望明老师晚安 美股收到开盘了 今天的开盘重点 有什么样特别的重点呢 把时间交给你 我想今天整个金融市场 算是呈现一片温吞 当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在本周五跟本周六 分别有美国的央行 以及欧洲央行 要发表重要的谈话 所以预期本星期 应该会呈现一个 相对盘整的位置 那么另外美国目前有几个 本周也是一个大的财报州 这个星期有Walmart 阿里巴巴以及Cisco 在分别发表第一季的季报 那各位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美国的上市公司是这样 只要一发表季报 那个股票本身都有上下9个百分点 到10个百分点的涨跌幅 所以这个涨跌幅都是非常惊人 那可惜对整个股指而已 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目前的非美货币 因为美元稍微在盘整当中 非美货币也都大概是在呈现盘整 那么股票债券也都在盘整当中 但是盘跌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整个市场上大部分的资金 纷纷的又往原物料去靠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原物料价格 普遍的都在温和左右 那但是在稍早之前都还在 这个平盘以下 现在纷纷已经收黄 为什么 因为美元又稍微有点掉下来 这个是相对的概念 所以黄金现在在大概 每盎司2020左右 那工业金属白银白金铜呢 也都在挟幅震荡 石油呢 从72掉到70又涨回71上来 黄多玉米小麦也都在呈现 温和上涨当中 那整体市场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股票债券啊 现在对很多投行来讲 比较少布局 尤其债券啊 债券已经呈现 温点已经呈现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反观股市方面 今天日本股市啊 可以说是涨破天花板 全球最强势 那带动日本股市最强的呢 是包含日本的电信 空调以及海运类国 今天空调海运 大部分涨幅在两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日本股市可以说 不只是亚洲之冠 现在可以说是全球之冠 那么港股的部分呢 则是在上周掉下去 本周一的再涨上来 这一涨一跌当中 差不多本身拉平的 那其中是以电信 保险和外送 这三个产业呢 目前表现最佳 尤其外送业 有高达三个百分点涨幅 也值得投资本去关注 那么本周的美国财报周登场 我们刚刚提到 有沃玛 阿里巴巴跟Cisco 那目前整体而言 也都还在盘整当中 像是FB 今天涨幅稍微略强一点 大概一个百分点 那么Adobe呢 也涨幅在一个百分点上下 那整体盘面相对弱势的是Google 目前跌幅大约一个百分点 而标股方面 我们今天可以帮投资朋友 整理出来有一档叫NGMS NGMS 今天一开盘跳空大涨 110个百分点 等于是一天翻了一倍多 那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这个赌场的博彩机 今天涨幅非常的犀利 也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疫情之后 博彩又开始欣欣向荣 蛮值得投资朋友 去关注这个特殊的产业 那么以上是 全世界股市 主要股票市场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彭内主播 今天的台股开低震荡 电子股走弱 而台积电的股价是相对抗跌的 中小型股市适逢高 欲上的乱流 中场加权指数下跌27点 收在15,475点 更多台股资讯 老师再把时间 这些赵给您 好我想台股 其实过去这个星期 表现并不算好 尤其我们刚刚讲 相对于日本股市而言 相对于港股而言 其实都算表现 算是比较略差一点 那特别台积电 在500以下有一段时间 又在那边撑着撑着 我想目前外资 对台股的这个魅力 好像已经减少不少 所以看得出来 成交金额只有1895亿 那新台币汇率 也持续微幅贬值到30.8 那看得出来外资 在卖压 一直持续站在卖方 那整体因为台积电的拖累 半导体普遍也都是下滑 就算半导体 就算台积电有成 大部分的中小型的半导体股 今天也都是下跌的 那反而是金融类股 现在算是稍微比较振作 金融类股已经振作好几天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大型金控类股 表现都不差 包含国贷金中信金 这段时间都还算表现不错 那么航运类股 是海运小涨空运小跌 整体也是拉扯 在附近品牌而已 那整体今天的台股盘面 相对比较强势的 反而是品牌商 我们台湾今天的品牌商 可以说是表现相当不错 由于从华硕开始 涨了7个百分点 那么维新电脑 今天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涨幅 另外在电机上面的 东元电机 以及三阳电机 目前今天的这两个品牌商 今天也是算是表现不错 三阳工业这段时间以来 从电动车的概念以来 转向电动机车 目前整体而言 三阳这个公司 可以说是整个电机族群 汽车族群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相对弱势的 其实各个都弱了 包含船产 电子族群都弱 那比较弱的 当然还是生计 生计今天可以说是 全面收黑 那跟国外的整个 新药研发的厂商 看起来是有点脱钩的 那么整体今天 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强势 观光族群 不过观光族群 往往是今天涨明天跌 是资金占博的工具 所以提醒投资朋友 其实暂时是 千万不要去追高 我想整体 观光族群 常常有这样的表现 一天涨一天跌 而且是起涨起跌 所以提醒投资朋友 去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各股观察名单当中 我们选择一些 比较保守相对低点的 像2382的广达 广达我们是在 入榜以来 上礼拜还收了一根 涨停板 表现相当不错 那么今天开盘之后 稍微有点回导 今天跌了三个百分点左右 另外2317的鸿海 目前是震荡走低 那2886的赵峰金 今天涨了0.58个百分点 我们刚刚提到 整个金融类股 算是表现 还是相对平稳朝上的 那么650的北极星药业 今天也是小幅的收黑 那我们另外 拉一支标股 进来叫8076的五峰 那五峰呢 就是呼应 我们刚刚美股的 这个博彩概念股 那美国 这个一天翻一倍多 五峰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么五峰今天是标涨停 我们来看看 后续的发展如何 那么我想目前台股 这个整体而言 成要来萎缩 所以操作起来 相对难度比较高 那提醒投资朋友 在胜全产业 然后这个资金 要做好一个 妥善的控管 以上是台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 彭内主播 立刻下载 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二手掌握新闻 比赢新闻 三眼